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今天來到上水最大一個街市 石湖虛街市 見到現在第一天沒有豬肉檔去賣 究竟現場的情況是怎樣 稍後我就會帶大家進去看看 進去之前 我們所有的街市 我們都要授這個安心出行 尤其是現在很多街市 驗到有些工作人員 就中了病毒 有六個街市 在昨天都要做個大清潔 這個依然有很多人留在 我們帶大家進去看看 大家看到現在我們是 因為逃房 員工染有很多人中了 結果沒有人逃宰 所以你看看我們香港現在 完全沒有新鮮豬肉供應 這兩邊所有的豬肉檔 是完全沒有開的 不知道沒有新鮮豬肉的情況下 會維持多久 大家看到了 沿途我們的豬肉檔後 都是完全沒有開的 你看看這邊 所有的豬肉店 四圍都是沒有開的 看到現在 這個街市 我們看到真的很奇景 很久沒試過 拍回頭你看看 整個街市 除了有海鮮 還有這些類型的冰鮮食品 其他所有新鮮的豬肉檔 幾十間都完全沒有開的 你看看現在四圍的 船頭 真的好像入了一個無人之極 現在是 皇軍 最多人買菜的時候 整個街市 你看看 清潔到一個點 人都見不到一個 你看看是多靜 因為現在沒有新鮮的豬肉 現在醃了的肉 或者是冰鮮的肉 大家就變成要吃這些 現在香港沒有辦法 因為有疫情下 很多的物種 可能暫時已經沒有了 例如有些菜 都少了很多 所以今天肉類 就是只有冰鮮 或者是醃製過的肉類 才多一些人買 現在所有的冰鮮肉 就特別多人買 因為沒有了新鮮豬肉 你看到這些豬肉 現在都很多人在賣 現在市民好像搶著冰鮮豬肉 全部排隊都是買了冰鮮豬肉 因為所有新鮮的豬肉檔口 全部沒有開 現在街市是多麼虛陷 在我身後就是上水中央這個逃房 之前有一百九十幾個員工 全部染疫 包括他的買手 包括他的屠宰員 檢疫人員等等 現在他由26號開始 就全港所有的豬牛羊 所有的屠宰都沒有了 現在我們剛才都看過了 很多街市 即是新鮮的豬肉 牛肉 是全部都沒有的 所以大家都要先吃冰 你看一下 現在他都是有封區 消毒 因為我們全港大部分 那些鮮的豬活牛 都在這裡屠宰 現在沒得屠宰 香港人 真的沒有得吃新鮮的豬牛羊 這裡就是全港 兩間逃房之一 最大間的上水逃房 因為染疫情之後 我們從今天開始 就完全沒有豬牛羊供應 這間這麼大的逃房 就是1997年已經開始興建 2000年就正式落成 每天都可以屠宰5000頭豬 300頭牛 400頭羊都可以屠宰 供應我們全香港的新鮮豬肉 這裡是佔最大部分的 香港不是很常見的 但是偶然在一些郊區地方 都會見到很多牛 這裡剛好見到一個牛人 在這裡說牛 回到他的地方吃草 你看看 目測來講 都有四五十隻牛 看到一家大小 整家 因為我們的逃房 已經沒得再屠宰新鮮豬肉了 現在看到活生生的牛 在香港其實真的很少見 來到上水 一定要來這裡 新城路 一條以前很出名的水貨街 你看看現在兩邊的藥房 完全都沒有在這裡 差不多收拾了 我們慢慢走前去看看 因為今天星期六 人流是有些在這裡 不過比起以前 居水馬輪 所有人都 很多內地的朋友過來這裡掃貨 已經少了 少了很多內地的朋友 正常的居民都會出來 買下東西的 連著上水新城路 這些辣的水貨店 即是化妝品 藥房 一直都是沒有開的 都有一些正常的 百貨居民所需的 有開的 但以前這些水貨店 完全都沒有了 這裏是新公街 另一條上水很出名的街 你看沿途的店 10間有8間都是沒有開的 可能一兩間賣時裝 或者是嘉珍站 但是其他那些 都是全部都沒有開的 今天還要是星期六 下午5、6點的時候 應該是很熱鬧的 你看現在這條街 都是比較靜的 你看後面 這條是上水新峰路 一條最繁忙 最多人的路 你看到很多商店都沒有開的 今天也是星期六 正是正常 正常來說 應該就是全部開了 很多人逛街 或者整個市面的氣氛 應該就是很暢黃 但現在看起來 真的都是冷冷清清 人都是只有幾個 這個就是現在的上水了 香港已經來到第五波的疫情 去到今天 最新的數字 去到34,466宗 總括來說 累積五波來說 都有19萬多的數字 五波到今天 真是不幸 去到我們離開了的人數 因為這個疫情發生 已經去到600多人了 現在看到香港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很擔心現在香港 疫情嚴峻的情況 我們一般現在香港人 我們看到 大部分 生活都還是正常的 但是現在出街已經少了很多人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 這麼嚴峻的數字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心裡其實都有塵 真的 心情都比較低 還有 大家也有些不開心 不過我今天也看到很多香港 現在也有些好一點的事 或者是 剛好在北角裡面 看到一些善心的人士 就放了大量的海鮮 我相信也有幾萬塊的海鮮 都去放山 為香港 為我們這個地方祈求 以及祝福 我們現在也有內地 很多專家 檢疫人員 醫療團隊 建了很多方艙醫院 也有很多檢疫車 來幫助香港 希望我們香港 有我們國家的支持 一直幫助我們香港 度過第五波的困難 今天也拍了一些香港 商場片段 以及一些放山的片段 可以大家一齊看看這段片段 香港有很多事實 在街市那裏我買了一些魚 一樣在碼頭那裏 不准備放山 丟進去 都是一些上天有 甚至得 不想這些海鮮 被人類吃了老闆 放回去 但是大家可以做的 可以找到他們 天生天養 他們的命運 是怎樣 有這個大自然的決定 我們現在在城市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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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香港的北高海城 很多線純都在這裏買到魚 然後去這個圍多 這裏都是我們的圍多 有很多蝦 這裏是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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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真的能放散到 我就不敢擔憂 現在是黃昏六點多鐘 你看看我們香港的商場的景況 晚上六點鐘 香港都是沒有人開的 整個商場都沒有人留 店鋪也有開的 但真的沒有人做生意 你看看 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售貨員在看著店舖 香港現在就是這麼安靜 那才是師兄值能量